這是一個塑膜管普通一定要做試管嬰兒 而且它的AMH是5.36 就是又是多囊 就是塑膜管阻塞又是多囊 就是兩個一定要做試管嬰兒的狀況 那它第一次取卵取了24顆 竟然只有5顆受精 配胎不是很好 破卵針我們沒有打顆的NO 那再取一次 36顆有24顆受精 我們分成8顆8顆8顆 就是動成3顆 那這次它也要求做QPCR的快篩 只是一顆染色裡增長成功 這一個小姐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因為它塑膜管不通 它動腦暖腸一定要做試管嬰兒 就是說破卵針的選擇 如果再不會引起 或是不會引起很嚴重的卵針過入治療的情況下 最好用Diver Trigger 也就是說除了蒂凱的之外 還要加克德諾 克德諾你可以加500單位 1000單位 1500單位 也就是說 0.03、0.06、0.09都可以 就是Diver Trigger打出來的卵子 比較好 受精力比較高 這個 詩小姐 陸港人 它就是前面只有Single Trigger D.凱德 後面是Diver Trigger D.凱德加克德諾 所以它成功發育 它還有佩黛能東在博恩復展科 Diver Trigger Diver Trigger Diver Trigger